大家好,我叫陈湘怡,今年18岁,来自菲律宾伊朗华商学院的一名学生。 我是一名书法爱好者。 汉字,我国最美丽的艺术文化贵宝之一。 只要写好它,它就像一幅画,一样有着独有的艺术气息。 而练书法,就是写好它的方法。 一个人的品质,往往可以从这个人写的字体中展现出来。 由此可见,书法多么重要。 书法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。 书法的境界是无穷大的,你要学好它,真的得花时间。 我们要花时间去领悟某种字体风格, 多去了解些书法家的时代背景和他作品诞生的背景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全面地掌握某种书法风格。 学书法,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得从临幕开始。 我们要注意向他人学习,向他人的优点学习, 把他人的好东西吸收过来, 才能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。 如果不向他人学习,就不能丰富和造就自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法,很美的一种艺术 闲暇之余,练练书法也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好办法 我学书法已经有半年多了 我觉得学习书法有很多艺术 它可以培养我们的艺术修养 淘制高尚的情操 提高文化素质 可以逐步养成细致耐心 自觉认真的良好习惯 同时还有异于异智的锻炼 可以学到文字、文学、历史等各种知识 可以受到民族精神、传统美德的替移默化的熏陶 各位书法按照自己 让我们将中国书法向全世界传播 将中国书法发扬光大传承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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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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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